本地研究显示 一个人每周进行原液 一到四个小时 心理健康韧性会显著增强 这个效果在年长者身上更为明显 另外康疗原液也有助保持健康睡眠和心理健康 同时减少焦虑和改善认知能力等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90岁的林牡丹在牛车水一带的茶庄工作 每天早上7点多抵达时 都会为店门前的十多盆植物 松松土或浇水等 他说看到植物盛开令他心情愉悦 店里其他年长员工也有同样感受 国家公园区和国大医学组织团队 在疫情期间对7000多人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有进行原液活动的人 心理健康韧性较高 当中每周进行原液活动少过一小时的人 心理健康韧性比没有进行原液活动的人明显提高 至于每周花介于一到四个小时原液时间的人 心理健康韧性会更好 另外一项本地研究则涉及约50名年长者 研究团队在女皇镇园艺园林开展康辽花园干预计划 主要以接触大自然和照料植物为中心 证明这可促进身心健康 及培养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参与者保持了健康睡眠 认知能力也有所改善 研究发现年长者到康辽花园参与园艺活动 可以帮助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疗愈的效果 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道 下回来 下回